政府的一個低收入戶的居民 對 那如果我們明年損失這個資格的話 沒有幫我去做補助 那我要怎麼去想辦法呢 拿著低收入戶證明黃小姐很無奈 因為這張證明明年可能就失效 沒了補助生活就少了支柱 黃小姐控訴五月份一家四口都確診 因為領了防疫保單確診補助 就被告知明年無法申請低收入戶 超出惡的好像晴天霹靂那種感覺 因為本以為說這一筆金額 可以拿來當作是我生活的一個損失 結果沒想到卻會影響到 我明年的一個整個資格 領的錢比我補助的錢還要少 看看薪資單 原來黃小姐每個月薪水 只有一萬多元 跟丈夫兩人加起來也只有四到五萬 還有兩個小孩要養 算一算原本低收入戶一年 大女兒加小兒子生活補助約十一萬 學費補助八點二萬 租金補貼九點六萬 加上三結慰問金等等 一年補貼三十五萬 但因為確診補助領了三十二點五萬 一次性收入屬於動產 高於桃園市低收入戶 一人七點五萬 一家四口三十萬資格 因此明年補貼通通拿不到 你為什麼不早早就跟我講說 這個會影響 然後叫我們分批零 我會覺得好像是跳入現金這樣 如果民眾因為私人保險獲得理賠 那這部分呢 不屬於社會救助的給付收入 因此還是會列入動產計算 只是社會局回應防疫理賠 就算是保險的一種 也算是一筆收入 黃小姐也已經向行政院來陳情 希望蘇院長能幫忙 否則補助金一加一減 低收入戶的生活 恐怕更雪上加霜 三地球李靜一隻阿薛桃園報導 極必昂 極必言 救護人